周末的时候呢 我去马莲道雪拼了一把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成果 我来拆一下 好了 终于是拿出来了 我们现在来验一下货啊 这个就不用看了 没什么问题 先拆这些难拆的吧 剪刀呢 哇哦 这是我买的一个主人碑啊 类似君慈那种工艺 这个 这是我买到的一个 也是君慈的吧 君慈工艺的一个壶啊 跟这个本身是一套的啊 但是呢 这个壶我买的比较占便宜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啊 在这里啊 这里 有一个小风口 所以呢 我就以特价把它买回来的 真的很漂亮啊 这个 但是我看见的时候就很喜欢 拆的大的 疼疼地方 是个盖碗 哇哦 没有磕碰啊 没有磕碰啊 就是好像有点不太平 都是土 放上去试一下 放上去还可以 也挺漂亮啊 看着我最近买的东西这个颜色都很接近啊 这不算什么色系呢 霉红 霉红感觉要比它更重一点 好 再来 就它吧 哇哦 又是这个泡沫 关进去 这个是一个小插虫 这个东西呢 在淘宝上呢 其实有挺多的 从价格也不等啊 从这个 四五十呢 到几百块 都有 去实体店的好处呢 就是你能够真切的看到这个东西 才能够啊 在这个众多的商品里边啊 挑一个你终意的回来 不像这个网购啊 发给你的东西呢 都是随机的 好了 小螃蟹 哇好可爱 这里面是好小一个 哎 这个 和这个应该是一样的 这个应该是一套啊 这个外形都一样 都是这种 都是这种 哦 这是我买来用来喝茉莉花茶的 看这个花 很漂亮吧 洁白的小花 特别像茉莉花 这个也是 这个是用来泡茉莉花茶的盖管 它本身还有一个大笔 但是呢 那个我不太喜欢 索性就直接没买 只买了碗 看它这个盖子上面 这是烧在一起的 它不是粘在一起的 这是烧上去的 这是草木灰的 然后上面这个花呢 也非常的漂亮 也特别像茉莉花啊 它还有一款是蓝色的 蓝色的那个这个桩桩呢 是这个木质颜色的 那个我就不太喜欢了 那个颜色呢 它有点像梅花 这是龙泉 龙泉什么名 哦我想起来了 这是我买的一个龙泉冰莲展 这个应该是这里面几乎最贵的东西了吧 这个手感非常的棒啊 这个造型我也十分的喜欢 好 然后我们最后一个 据说是个什么大师手作的 但是现在嘛 你的大师到处都是啊 下面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款吧 写了一个封字 好像叫徐什么封这位老师 记不住他的名字啊 有空去搜一下吧 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他们的容量吧 先是这个盖碗 哎我那个带刻度的啊 这儿 哎 这下看到这个弧多大 验容量的过程太长 怕你们看不下去我就跳过了 好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这就算是验完货了 我们下次再见